這個土地付的稅 大家都是地方稅 跟政大部分 因為在各地的發展 政府的建設有關 奢侈稅是以營業稅 營業是地方稅還是國稅 現在是國稅 所以營業稅Q是政府Q 所謂的土徵稅 房屋稅 土地稅等等這些稅 大部分是地方課徵的稅源 這是合理 我才不會說 第二 羅維遠的講法 他好像是對實價課徵有點存異 因為有很多配套要做 他覺得難做 奢侈稅他覺得好像效果也沒有那麼差 我的看法剛好跟他相反 就是說 這個土地要投資 這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交易成本 一個是持有成本 所以你要鼓勵人妄短期操作 你當然要增加這些 所謂的這種投機者的持有的成本 他要這塊在那裡 他如果在那裡燉下去 在身份的管 當然他就不敢投機炒作 這很簡單的道理 第二就是交易的成本 現在問題是什麼 現在你用奢侈稅 然後你去刻他的土增稅 或房屋交易所的這個部分 它是按照公告 這個地價 去刻增稅 所以你稅這個 賺不夠 所以奢侈稅的這個部分 交易 雙方責定的這個交易 它不是實價登陸啊 所以這兩方面商定 你意思說我一間房子 我最少賣一千萬 然後我就去登陸的時候 這個有可能 所以它不是實價 當然它會造成這種投機取巧的這個空間 所以你政府就刻不到稅嘛 我坦白講 奢侈稅刻到現在 刻多少錢 也繳不到多少 所以這個奢侈稅有沒有效 不效嘛 房價也要漲 有漲嘛 對 可是你同樣的嘛 你實質課稅就實價 因為這樣子說說 這實價很難掌握嘛 所以奢侈稅可以不用用實價登陸嗎 不不不不 我們現在是這樣子喔 因為奢侈稅它是說 要你用實際的買價 所以它要派雙萬的荷葉書 就是有資金的成本就對了 對 跟資金的成本 那是資金的成本啦 那是資金的成本啦 我當時署到怎樣呢 今天其實台灣的房價會這麼高喔 就是土地被炒作起來的 那因為我們目前要把一些土地的 土地的一些獎勵要把它取消掉 比如說我很多土地喔 拆出來買了土地 又要去養地 那養地的話 照講看養地的時候 他有一些叫養地 還怎樣 還做停車場 那停車場還有收入喔 還有收入喔 又可以這樣免稅 所以很多東西的話 其實很多 就是一整套的稅子 對 所以跟我們說 這些土地在這裡 你就要穿著它土地 如果放在它的手上 它的成本 就不敢去炒作這種土地嘛 所以說這就是土地的問題嘛 其實羅文說就是土地 可是我們現在的問題是說 要怎麼解決這個土地的問題啊 到底是奢侈稅好 還是實質課稅比較好嗎 是奢侈稅現在的問題就是怎麼樣 現在為什麼奢侈稅最近都課不到稅 它延後交易嘛 因為真正會跟實質課稅都是投機客 投機客它的口袋很深啊 它最近它就把它的交易先放著 放著你難怪你實質課稅都沒有用嘛 可是如果說今天改成是實質課稅的時候 或者是說實質課稅變成一個配套措施 跟實質課稅是一個配套措施 那實質課稅投機客它也是可以 它也是可以不要那個啦 怎麼怎麼 實質課稅就是要用一個法律來限制 它的交易一定要明確的申報 如果它沒有明確申報的話 它要負刑事或行政的責任 刑事責任可以關它嘛 行政責任可以給它罰款嘛 這才是我們所謂實質課稅最大的一個意義 也就是說讓它不得不實質來登陸嘛 所以說這樣子的話才能夠真正的 那個投機 然後但是呢當然要注意到自用住宅者 我們也不要讓它因此而增加負擔 所以小英主席所說的只是一個配套 但是呢如果說要按照 我正想看到那個細節撈出來 現在他拿十年正剛啦 十年正剛快點先把十年正剛好 沒有留來啦 我們那個所謂羅委員還講說一個趨戰爭 是因為沒有辦法到位所以分斷 那還有那以後 那這個公平正義到哪裡去了 難道有所謂的薪資有分斷了嗎 我有分斷薪資 有模糊薪資 所以我們割薪資稅的話可以模糊的嗎 因為那個羅委員他舉到那個二代健保的例子 就是說那個理想很好但怎麼落實 確實有一些執行上的要件 是要考慮啦 那我覺得羅委員的說法比較實在啦 我實在就國民黨內來講 他又是羅委員的這個國民黨 跟馬英九、吳敦營的國民黨 是兩個不同的政黨耶 你就是羅委員講的 他可能才是他們實質的想法 接受建商 講好聽叫做說務實的態度啦 講來聽叫做被說服啦 妥協嘛對不對 你可以這樣講 那你吳敦營要講清楚啊 你要講的是說你 如同羅委員講的 你蔡英文這樣講的 誠意過高 做不到 不應該這樣的處理 我們有另外一套做法 那我覺得這樣的辯論就有意思啦 跟吳敦營變成